在台灣其實買車大不易 因為你買了車之後 你還有一些日後養車的一些經濟考量 那講到買車的話 很多人在買車的時候 也許你不會因為這個品牌 而買這款車 可是你有可能因為這個Logo 而你不買車 你們知道台灣人 最喜歡的品牌是什麼嗎 甚至於在國外 是不是跟我們台灣一樣呢 其實隨著疫情的虛緩 其實包含是一些美洲 歐洲甚至亞洲的國家為主 通通都越來越多 人需要往外去移動 不管是復工的 或是去什麼咖啡廳 餐廳 動物園等等 慢慢都開放了 所以汽車的搜索率 在今年的3月到6月份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也就是說大家要開始找車了 那就有一份統計的數字 是採用3到6月份 Google的關鍵字 搜索出來的汽車品牌 因為我們要買車 一定這個是非常直接明確的 要上網找資料 對 我想要哪個品牌 想要什麼車 用這個數據來去做分析 就知道哪一個品牌的關注度 是最高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台灣 台灣人最愛的五個品牌 第一名 豬油塔 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他如果不是第一名 他如果不是第一名 我會覺得這吊材有問題 對不對 他就是永遠的 以他的銷售的幅度 拉開的這個程度跟比例來說 其實你看他跟其他名次的差距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不夠多 第二名是B&W B&W我們知道在豪華品牌來說 近年來他真的在台灣的成長率 非常的多 特別是因為相比雙B的賓士 他的數字量沒有那麼的漂亮 但是因為他特別在今年 非常多的新車款的推出 所以市場上的話題度 關注度都非常的高 第三名是Lexus Lexus可能相較於B&W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新車 新動作 但是不要忘記 他在去年已經拿下豪華品牌的冠軍 今年上半年基本上也是 所以以他的數字上來說 就跟他同集團的Toyota一樣 我賣得好 自然有非常多的消費者要找上門 關注字的搜索就非常的合理 那第四名跟第五名 其實你看到這個表 你就會發現其實跟我們 每個月在看那個掛牌數字 品牌的排名其實很接近 本天Nissan 大致上就是前五名的一個品牌 為什麼沒有福特 為什麼沒有冰市 這個我是覺得比較奇怪的地方 是沒錯 其實我覺得一部分的原因 可能是這樣 因為畢竟它是網路的關鍵字搜索 所以跟年齡層的分布範圍 可能有一些些關係 我們講直白一點 或許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或是長者喜愛的品牌 他在買車的時候 不一定會透過Google來搜關鍵字 看網路評價什麼的 他可能就是去試車 展間看車我喜歡就買了 那這個是台灣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一下亞洲 跟台灣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哇你看到雙田啦 三菱啦 日蠶啦 幾乎都在這上面 這代表第一件事情 在亞洲的國家 特別這個以東南亞為主的分布範圍 其實日系的評價品牌 還是非常受到歡迎 是 沒錯 第一當然東南亞的相對經濟收入 還有人性 比較務實一點點的個性 會喜歡這種比較售價清明 但是妥善率又高 我不用花那麼多心思去照顧的車款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在馬來西亞前兩個品牌 一個是寶騰 一個我也沒看過 就當地的國貨啦 以他們的銷售量來說 代表馬來西亞人 還是滿支持國產的品牌 那你看到其實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泰國 越南 特爾塔和Honda 幾乎都名列前兩名 沒錯 對 除了馬來西亞前兩個 是國產品牌之外 那再來 青一色B&W 排名都非常非常的高 對 其實在東南亞地區來講 B&W是他們銷售 可以說最好的一個豪華品牌 而不是賓士 也不是Lexus 那除了雙田 本田 豐田 以及日產之外 還有一個品牌 在東南亞非常的常見 就是Mitsubishi 三菱 對 其實從最小的那種微型 Mini car 一直到鄉型車 商用的 通通你去東南亞街道上 都非常容易看到 那特別來提一下 在香港 以及新加坡的部分 搜索關鍵字第一名的是特斯拉 其實這跟國家的 已開發程度有關聯 包含他們 他們兩國家的零碳排量的年限 都比較近 也有關係 對 同時政府給予電動車補助 也是比較高的 對 這差很多 對 所以人民就會覺得 我們用一架電動車 其實也是不錯 來搜索一下 其實這個總表你看下來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其實東南亞地區的人民 亞洲國家 他們民性是影響非常大的 我的日系評價品牌 我有非常高的忠誠度 對 還有性耐度 對 就是我個人的這種 使用上是非常合一的 那些先進的國家 特斯拉這種電動車 那甚至你看一下剛剛的台灣 都沒有落差到太大 對 這個是我覺得很好去區分 歐陸國家 美洲 甚至亞洲一個最好的一個數據 這個給大家看過之後 你就會覺得真的蠻有意思 現在東南亞的國家 包含台灣 其實賣最好的車款 應該是屬於SUV 就跟全球的趨勢是一樣的 可是在中小型的房車上面 其實也不差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在2020年 在中小型的這種房車上面 在台灣 Altis拉Focus非常受到歡迎 全球也是這樣嗎 艾達 其實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裡有兩份資料 第一份是2019年 全球中小型房車銷售Top10 第二份則是這邊 2020年上半年 台灣中小型房車銷售 也是Top10 那當然兩個資料來源 以全球來說 它的資料來源是Focus2Move 整理出來的 那當然2020年則是 這個夢想街57號的製作單位 根據交通部監理站的 領牌數據資料所統計出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2019年全年整年度 在中小型房車上面 銷售數量的一個表現 冠儀剛剛提到 休旅車是賣得最好的一個車種 但是其實中小型房車 開始進入什麼 進入這個比休旅車 更入門的一個急劇的感覺 然後就 你想買車 可是你買休旅車或是CUV 還有一點點壓力 所以你要買什麼 四門的房車 一般用途的房車 你從全球銷售的Top10 你就可以看到了 來 第一名是Toyota的Carola 賣了這麼多 123萬輛 也就是台灣的藝術 是 第二名是Honda Civic 有82萬輛 第三名是VW的Golf 有68萬輛 所以你看到沒有 在前三名來說 它都是屬於比較親民的 這個房車的這個等級 包含甚至第四名的 42萬輛的Eletra 是現代集團的 第五名的Focus有33萬輛 所以那當然後面 也有高級車 例如說賓士的A-Class 或者是日系的Mazda 3 其他一些在美國市場銷售 一些台灣已經不犯錯 我們就不去討論 那這邊有幾個觀察重點 你可以發覺 第二名的Honda Civic 是第一名的Carola 123萬輛的 大概6成6左右的 一個銷售數量 6成6 應該講而已 因為比起第一名來說 可能算是差了非常多的 一個銷售數字 那再來啊 其實在台灣市場來講 早期啊 Honda Civic 也是賣得非常好的車種 可是呢 後來它就退出了台灣的市場 退出台灣市場之後呢 你看以全球狀況來看 我們先記一下 Carola Civic Golf 跟Eletra 還有Focus 這是前五名的狀況 是不是這樣 喜美算是賣得不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的銷售市場狀況 是怎麼回事呢 來 台灣呢 在上半年2020年賣了 17,054輛的就是Carola車系 包含Altis 包含進口的Auris 那當然在Carola的部分 在全球各地 它還有其他各式各樣 不同的衍生性的商品 所以它銷售量當然會來得高 第二名呢 其實對比全球是第五名的 叫做Focus 賣的是5956輛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比例組成 大概是什麼程度 大概只有第一名Carola車系的33%而已 所以這次以第一名的車種來說 可以說是一枝獨秀 好 第二名叫Tida加Centra 馬自達3算是在台灣還算表現不錯 到了第四名的一個位置 那Golf呢 其實比起全球來說 在台灣表現並不是太好的一個狀況 馬自達3因為它在台灣成功塑造一個高質感的形象 所以整體的銷售數量也算是還可以接受 比較特別的是你看這個Ellantra 是韓系的品牌 它落在第八位 其實表現並沒有太差 在整體這些車種裡面的比較來說 並沒有太差 可是它在全球銷售市場來講 其實是佔了第四位的一個賣最好的中小型房車 其實是第四位的一個數量 但是其實我覺得 發覺現在其實國人從以前的排函 到現在慢慢開始接受 而且開始發覺韓系車輛品牌 它的高CP值 它的這個誠意 然後開始慢慢的去接受韓系品牌 所以我相信當然像Ellantra 現在這個車型來說 它又非常的年輕化 推出了運動化的車型 那未來當然還有一些 大幅的一些修正改款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些品牌來說 韓國品牌在台灣 其實還有非常十足的成長空間 我是滿 個人是滿期待韓國品牌的一個爆發力 雖然我是沒有買過韓國品牌的車 但是我們實際去試車的時候 感覺它的各方面的表現 其實配備上來講滿不錯的 操控性跟車體剛性的表現 其實也都不錯 不過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到 全球賣最好的Civic 在台灣已經沒有了對不對 對 當然 其實我前一陣子去參加這個 台灣本田新任的這個社長 到台灣的一個見面會 因為社長其實也有偷偷的透露出一些訊息 他對於台灣市場 他有蠻多的想法 因為這位社長其實他在海外 做了非常多的多年的經營的經驗 所以他認為台灣市場 其實可以導入一些 一些有本田價值的一些性能款的品牌車型 那當然可想而知 Civic Type R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品 不過他也馬上面臨的這個 要大改的一個狀態 然後如果從現在開始規劃要導入 大概也到2022、2023 2022你導入墨批車怪怪的 你不等2023導入最新的車款 不過滿期待 滿期待Honda Civic這個車子 如果可以重新回到台灣 不管它是一般版本或是性能版本 我覺得在台灣市場上 應該都還能夠佔有一席之地 如果說翻筆對照到大陸來看的話 其實大陸現在新款的這個Civic 賣得還算不錯的 所以我們看起來 好像Toyota跟福特 他們的所有車款 真的都是賣翻了